主席有請我們這個王署長 來 那個署長 署長啊 這個外界啊 說您這個可能官位不保 本席不認為如此 我們現在啊 台灣最大的敵人啊 是中國 我們馬江的政權啊 只是一個傀儡而已 所以呢 依現在六年的執政啊 即使民調這麼低 但是呢 只要跟民意敢站在民意的對立面的那個官員 絕對呢 是步步高升 所以呢 本席斷定 你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官位不保 反而啊 會更加的穩固你的權力的這個位置 而且有可能的步步高升 那再來呢 這個本席想了解 受傷的證報警察的人數跟我們受傷群眾的人數 我現在就就三二市行政院的這個證報的行動來講 這一天受傷的圓警的人數跟受傷民眾的人數請提供出來 民眾五十五 警察一百一十九 五十五 警察是指證報的警察 一百多 你說是一百多 一一九 一一九啊 那民眾啊 才五十五 哇 那我 你知道證報就一般警察 還不談到證報警察 一般的警察也都配有槍 甚至呢 現在因為特殊狀況 你配有棍棒 那因為證報警察 你們有盔甲 你們有這個相關的盾牌 這樣的裝備 面對手無寸鐵的群眾 竟然還可以受傷一百一十九位 我覺得啊 這個數字啊 只有五個選擇 只有五個可能性啊 第一個 你訓練不足 第二個呢 你採購有必案 實在是裝備太差了 第三個 你們自己跌倒的 第四個 你們自相殘殺的 第五個 叫做數字造假 請問署長 您認為 裝有古代盔甲般的 這樣的裝備的戰報警察 有一百一十九個人受傷 手寸鐵的民眾 竟然才五十五個 您給我說說這個道理 怎麼個解釋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程序作為 齁 是 你告訴我是這五個當中哪一個 是訓練不足 還是採購必案 還是自己跌倒了 還是自己殘殺了 造成傷亡 還是數字造假 我已經說都不是了 都不是啊 那到底哪一個原因 還有第六 第七個 您說看看 因為在一個台禮的過程中 很多手部 員群手部的受傷 在台禮過程中就會有 另外 在驅趕的過程中 有骨折的 這個 還有一些 那自己目前訓練不足啊 是大家平均體位太胖啦 所以呢 真的要用上現場的時候 哇 結果呢 動也動不了 所以呢 手肘會挫傷 平常的這個訓練不足嘛 所以照你這樣講 叫做訓練不足 然後呢 所以呢 或者啦 本席強烈指引你這個數字是造假的 所以呢 在這邊我要求 你提供受傷證報警察的名冊 還有他相對應的驗商單 手商 手驗 我們如果要請個健保 請個什麼保險 好 意外保險 我都要 都要附上驗商單 或者健保局是不給付的 保險公司不給付的 今天你王署長堂堂的警政的最高首長 您說了受傷就受傷啊 你119個要給我119個驗商 當他才叫做真實的數字啊 可不可以提供 這個是由各單位報來的 各單位報來 所以造假 所以如果聽到這樣 你只有試驗說我那五個選擇 不是訓練胎差 就是數字造假 所以你的數字的認定 你傷亡的認定 其實是夠單位 以驗商單為主 所以這個今天一日內送上來 到本委員會 可以嗎 你同意吧 受傷單才能證明說你受傷啊 你什麼錯傷 你怎麼可以說你認定啊 你們這政府真是莫名其妙 你鎮壓你 你有這麼大的裝備 竟然說119個警員受傷 55個民眾 手無尊的民眾沒受傷 這聽起來在外界聽起來 我實在是不成比例啊 這會很丟臉的耶 署長啊 丟臉知不知道啊 再來 這個媒體的採訪權 本席想了解 您的報告當中 內政部 來你們的第三頁 說到呢 這第四小點 你們勤務檢討的 這個部分的第四小點 依法於行政院 區域實施場地進空等強制性作為等等等 另外 保護媒體工作人員安全 一軍派員 引導 保護離開現場以保障其等安全 本席了解的不是耶 從現場的學生來到 來上來的跟我們外界 闡述說明 陳述裡面的狀況 是你們警察先把媒體驅離走了 然後呢 強制的鎮壓 強制的驅離 我們得到現場的 人證是如此的陳述 包括網路媒體也是這樣的 一個呈現的報導 那我不知道 您所講的保護媒體工作人員 但是又跟我們媒體的採訪權 這當中的界限在哪裡 您如何在任何這樣的狀況之下 您的現場突發狀況之下 您如何 你的這個媒體的採訪權 言論自由真相的公諸大眾 您這個界限跟原則在哪裡 您說看看 來 請說 因為媒體的朋友 他們也都非常忠於職守 像類似的狀況 他們也都是會搶在前面 是 所以媒體有時候會夾在警察 跟群眾的中間 這是比較不安全的狀況 所以在過去一直到現在 在執行類似的勤務的時候 會有一些肢體衝突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媒體朋友能夠 所以你的原則在哪裡啊 就像你講的媒體他們要挖掘真相啊 他要挖掘的是 是不是你們是 暴力 武力 鎮壓非法 就是把媒體請出去之後 所以你們可以違法 執行公務 違法的 愉悅的公務的那一條紅線 這是兩個不同啊 你是把媒體請出去之後 我來做違法的事情 強力鎮壓 無法無天 的鎮壓 還是說好 我讓媒體這個界線在哪裡 你這邊說看看啊 你覺得有沒有檢討的空間啊 我們就是希望說不要再 離現場有一段距離 因為家屬在中間 就有他的危險 事實上委員 我們也知道 現在的學生 現在的學生 你講清楚這個原則 媒體採訪權 遇到這樣的鎮壓狀況 我就以三二四這件事情來看 你的原則是什麼嘛 如果你就要平行的檢討 你們這是做檢討報告嘛 對不對 你這邊也就做情務檢討 那你情務檢討的原則 我覺得這個是 根本就在做文比賽嘛 我看不出這個媒體採訪權 他的權益在哪裡 欸這個你的解讀 保護媒體工作人員 把他引導出去 對啊你把他警導出去 然後你們非法鎮壓啊 你的原則在哪裡 你覺得這個沒有檢討的空間嗎 你覺得這沒有檢討的空間嗎 每一件事都有檢討空間 好那你認為媒體的採訪權 這件事情你們不需不需要做檢討 為了保證他們人身安全 你講的也對 但是在媒體發覺真相的事實的時候 他們在替社會發揮 第四權的監督的時候 你們的原則 有沒有讓他們能夠 行使第四權的空間呢 過去在台北市 我要求 也有媒體在現場被打傷的 主長我這邊要求 一個禮拜之內 把媒體採訪權 遇到以這個三二四 好這樣的案例來做檢討 媒體的採訪權 在他在執行第四權的權益當中 以及 他的人身安全的一個界限當中 提出檢討報告 一個禮拜 可以嗎 你不要告訴我不可以 你是署長耶 你知道你今天來像皇帝一樣 我們每一個立法院的穿堂啊 我剛才從這個我們的院區 經過我們穿堂要到九了 天啊我這個立法院 我們在這邊已經睡了幾天了 堅守幾天了 從來穿堂都沒有警察 他就因為你今天來 所有的穿堂 站上六個以上 哇你真的是 真的是很可怕耶 署長啊 這是你沒有來沒事耶 你來之後我們成為戒嚴了 立法院首先戒嚴了 因為你來了 我沒有要求 沒有要求那為什麼 我打就沒有要求 那就是他們自己要拍馬屁嗎 這些員警自己拍馬屁嗎 署長啊 這個檢討報告 媒體的採訪權 你不要連丟人丟人現眼 到媒體的採訪權 當媒體要行使第四權的時候 結果 你是在希望把媒體趕出去 以保障人身安全為名 但是呢 反而呢遮嚴起來 讓你呢做了這個 這個違法鎮壓的一個事實的 這個屏障 所以我想你一個禮拜提出檢討報告 在媒體的採訪權 遇到這樣的鎮壓的時候 你的原則 以及你們相關的檢討 以及你的原則 日後要怎麼執行 這才是建立制度啊 你做一個首長就要建立制度啊 一個禮拜提出來 再來 國安局 來我有請國安局 署長你請回 那個黃處長 這個秦主席是把那個 因為他在走的過程當中 我把諮詢時間 稍微暫停一下 多兩分鐘 謝謝主席 委員好 好 國安局來 這個本席很好奇啊 這個 您福茂簽簽訂前或後 你國安局有沒有做過評估 就國安的角度 你有沒有做過評估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做相關的評估 是在福茂簽訂前還是福茂簽訂後 我們在福茂的簽訂過程裡面 過程當中 我們有做相關的情資的收集 研判還有提供 您是聲音大聲一點 我完全聽不到你的聲音 我們在這個簽訂過程裡面 我們有提供相關的情資 還有一些鑑定 有相關的部會 作為參考 所以就是在簽訂前 你就已經有提供 國安局的相關的國安的角度 對於簽訂後 可能會產生的台灣衝擊 您都在簽訂前 就已經提供報告了 在你們行政系統內部 就情資的部分 我們有提供 情報 就情報的 情報 那對福茂所產生的台灣衝擊 你們有針對各產業 進來台灣之後 有去做國安的評估嗎 我們基本上啊 這個 有或沒有 我們是有參與 有參與 好 那現在江院長他說了 未來我們要簽訂這個 所有國際 貿易啊 的相關的簽訂 這個相關經貿的簽訂的時候 會納入國安審查 本席想了解 你的國安標準 你這國安審查 你的國安標準在哪裡 你要怎麼做 謝謝委員 給我們這個機會 做一個說明 實際上啊 我們在去年啊 根據這個 國安與外交委員會 他有一個審查 本級的預算 做一個互道的結議 他希望我們 由國安級啊 召集相關部會啊 針對 我們這次 所開放的項目啊 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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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的評估 那我們這個資料啊 實際上我們是 召集了40一個單位啊 做了一個評估 我想這個資料 所以你們是有 國安審查 那國安標準也在 那你這邊的透明化跟民主的機制 是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一個建立呢 我想跟委員報告 實際上基本上來講啊 在國安級我們是建議啊 要事前審查 適中關注 事後也要做 復查 那我們基本上 我們國安級啊 現在是做一個 那如果針對開放廣告業者 進來台灣 是不是有 簽字言論自由呢 你們這項有沒有評估啊 產業 我們開放了60多項啊 那每一項 每一項 你有逐項的去做 國安 國家安全的標準 國家 國安審查的 一個建議嗎 我就以廣告業 我們有開放啊 那你覺得他不會 進來之後 會借著媒體 他們的財團 他們的財力 然後來簽字言論自由 他們的可能性嗎 有沒有做評估 我想跟委員報告 實際上我們現在 國安級啊 正在做一個 總量管 所以喔 從你這樣回答 跟個案的一個審查 所以現在知道江院長 講的國安審查 是等於零啊 講只是形式上 我對外交代 其實一點審查機制都沒有 如果我真的要講 福茂為什麼 福茂跟霍茂為什麼不同 來你講看看 福茂跟霍茂 他為什麼福茂 為什麼為什麼引起的爭議這麼大 我直接有限跟你講三點 因為你福茂可以掌握通路 福茂你可以去干擾我們國家的政治觀 價值觀 跟他的信仰 第三個 福茂他是關心到人的移動 這是跟貨品貿易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才引起我們國內這麼大的爭議啊 好我就舉通路大賣場 好包括我們表演廳 先讓我們開放倉股喔 我們這些演藝人員哪 哪一個 如果你不好好聽話 好我現在開放大這個大陸的大陸倉股 到我的這個演藝廳 你這個演藝人員不好意思你不聽話 我的檔期就不會給你 針對這種東西就是很簡單的一個國安評估 你們是不是有真的每一個產業 針對我們開放的每一個產業 逐向的去做國安審查 國安標準的建言呢有嗎 我要跟委員報告 實際上啊 國安局所負責的是有關情報的收集 各業管部隊他要根據他的專業 好啦國安局長 謝謝 我看啦 您真的是這個國安局長也是一個傀儡而已啦 真正的國真的掌握國家國安的部分啦 黨政軍啦 包括選舉啦 是那個可能那個金小刀啦 我聽你在這樣講我這個真的是 冷漢直流啊 你根本你竟然說只是情資 你竟然所提供的國安報告 並沒有針對你的國安審查 針對你所開放的 這就是你們最基本的外部效應啊 國安審查當中最基本的外部效應 你竟然都沒有負起這個外部效應的評估 我真的是齁 為這個政府齁 汗言啦 越問越讓我們真的是 腳底發麻啦 連各個產業進來 你知道在WTO當中明文規定 凡涉及國安機密或國安危險的產業 我們本國是可以說不 不開放這個進口的 不開放這個降低或者是免除這個關稅壁壘的 WTO當中就是明文規定的 涉及國安疑慮者的產業是不開放的 所以你根本就不曉得那本期就讓你清楚 所以也更證明這個馬疆啊 說未來的這個審查 會有這個國安審查的機制的納入 這個叫做連銷位啦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我也吃醬